花莲县原住民联合连年节即将在8月21日 一连三天在花莲县立体育场举办 而为了因应这个千人大会舞的单元 各乡镇市的部落族人都加紧的来练习这个大会舞 而花莲市也不例外 连日来在这个靖峰生活园区 族人呢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练团 那么市长魏嘉贤也亲自前往探班 慰绕族人的辛劳 希望在丰年节大会舞时 能够展现花莲市部落族人的歌舞方面天赋 晚上七点不到 靖峰生活园区广场已经聚集了不少部落妇女 在教练指导下 随着音乐节奏练习今年的大会舞蹈 市长魏嘉贤也协同建设客长欧美华 机渊新客代理客长陈彦平等人到场 并代表花莲县政府资政排练费 感谢部落族人共享盛举 那在8月21到23就是花莲县最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花莲市公所也配合我们花莲县政府 来练习相关的大会舞 那尤其今年新的舞蹈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活泼 那我们预计在这几天内 希望所有在部落的姐妹们 还有我们所有来参加舞蹈的所有青年朋友 都能够学会大会舞 那能够引领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一起来跳千人的舞蹈 那再次也感谢花莲县政府 在推动各式的活动 那花莲市公所也积极参与 也希望部落能够融入我们大型的活动里面 在丰年节有杰出的表现 花莲县议员魏嘉燕迪布斯依赖 李正文 周俊佑及市民代表肖明龙也到场 并带来点心饮料及赞助费用作为支持 他们在部落族人邀请下 与市长一起和大家共舞 感受原著民族热情歌舞的丽与美 花莲县原著民族联合丰年节 从8月21号起至23号 一连三天在花莲县立体育场旁的 德兴大草坪举办 今年的大会舞是凡杂瀾今天 为了展现最美好的舞姿 四个部落都已经在琴家练习 记者徐立琴 花莲县报导